2024年 似乎是一個 很符合 普京口味的方式 這個世界拉開了 2024年的圍幕 1月6日 丹麥的政府宣布 現在無限期推遲 交付給烏克蘭 極端需要的F-16戰鬥機 同一時間 在今年年初以來 俄羅斯的軍隊幾乎每晚 都對烏克蘭進行空襲 在摧毀烏克蘭的能源供應 以及軍事的設施 一直不斷打擊 烏克蘭的平民士氣 北約的官員說 烏克蘭目前 面臨很艱難的軍事形勢 越來越多的報導 他們指出 個別一些西方國家 與基附烏克蘭的政府 受所謂的安全保證 進行的談判 開始 是有矛盾 是有艱難的情況出現 在這個背景之下 他們擔心 時間 可能是對俄羅斯有利 北約的內部對於如何應對 局勢升級 是存在不同的看法 矛盾出現了 現在事情是潮著有利於 普京的方向發展 但是在2022年中 在香港的時候 我們記得 當時的看法 全世界的看法 完全不一樣 所以多人看的東西 未必是對的 當時很多專家 全世界都支持烏克蘭 所以普京 又被制裁 應該是普京的艱難 很艱難的情況 但是當時是如此 但是打打打打 情況可能不一樣 去年 說回2023年 風雲突變 但是 客觀地看 其實俄羅斯是取得了很重大的成就 特別在經濟和產業方面 同一年前相比 我們普京的地位是怎樣 當時很多人就說 有兵變 有制裁 普京的地位很危險 甚至是普京的健康 出現問題 有癌症或者什麼的可能很快會死 結果現在普京看下去 生龍活虎 他的地位 更加比之前 俄羅斯的衝突 是更加穩固 很多跡象表明 在2024年 很可能 成為普京之年 可能 再續任為總統 霍斯科頂住了烏克蘭 在烏克蘭南部發動的 很重大的下跪攻勢 基庫曾經認為 下跪的攻勢 將會扭轉整個俄羅斯的衝突的戰局 更加重要的是 現在俄羅斯的軍隊 竟然重奪 重奪 很多地方的控制權 事情的發展 跟烏克蘭的想法完全不一樣 重要的是 莫斯科還要拿火 一個很重要的戰略 的重地 就是 烏克蘭軍隊防禦一個據點 馬南卡陣 連這個也被俄羅斯拿回 目前大概是長達1,200公里的戰線上 俄羅斯軍隊正在有幾個地點 反覆進行進攻 牽制著烏克蘭的後備部隊 一直在消耗烏克蘭 士兵的士氣 所以越打越洩氣 跟烏克蘭有根本性的不同 俄羅斯的武器生產 現在是全速進行 這是一個最重大的成就 根據愛沙尼亞國防部的估計 莫斯科今年甚至可以 將巡航導彈 巡航導彈的產量 提高到每個月可以生產200枚 現在俄羅斯每日大約發射1萬枚的炮彈 而烏克蘭 因為彈藥是很短缺 最多只能發射一日是2000枚 即是差不多是5倍 俄羅斯打的炮彈數量是 烏克蘭的5倍 與此同時 俄羅斯現在經常用大量的無人機 令到烏克蘭的防空系統疲於奔命 就算有外國的支援 打得很艱難 今年 對這種莫斯科有利發展的事態 以及勢態的情形 可能在今年會更加明顯 比2023年更明顯 烏克蘭的軍事資源遠遠少於俄羅斯 而這種差距在戰場上 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根據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 一位軍事專家 格雷塞爾的說法 他說 俄羅斯有足夠的物質 資源 把戰爭打到2027年 都夠資源 普京的算盤 從一開始 在俄烏戰士一開始 已經是打得對的 算盤是戰爭的時間 如果拖得越長 西方的裂痕就會越大 因為始終有很多人在一起 不是一條心 越打當然有不同的利益 出現不同的想法 2023年 國際社會對 對烏軍的 軍事和財政的支出問題 開始出現明顯的分歧 去年開始 本來是全線支持的 閉上眼 無限量支持的 之之下 開始當然有分歧 在戰略問題上 如何打法 也存在在軍事上 亦存在爭議 用普基自己的說話來說 他的目標 是想建立一個新世界 今年 這位俄羅斯領導人 應該能夠進一步挫敗 西方要孤立他的計劃 似乎已經沒有辦法了 我相信沒有什麼人懷疑 他會 再做俄羅斯的總統 應該沒有什麼人懷疑 轉而我們現在 普京是想建立一個新的 全球夥伴的關係 而正正是把俄羅斯 在全球南方 一向南方法 即是 一些所謂的發展中國國家發展 成為一個主導的地位 現在他就不再靠攏歐洲了 又反為 一個新的世界秩序 是團結全球南方的世界 好,快速講第2個話題 第2個話題就講到 俄羅斯的媒體評價美國的選舉 當然 不是那麼友善 但他講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他講到美國當前的局勢 現在美國這樣的環境 就是始於2016年已經開始了 因為2016年當時的 政治 經濟形勢 美國也很差 有政治的亂象 一直延續 變成了很多美國人積累了 對美國統治精英的不滿情緒 就開始 因為他們厭倦 很厭倦了美國的政治 在2016年 就捧了特朗普這位特別的總統 上了台做總統 特朗普也很聰明 他能夠捉住了 幾千萬美國人心裏 積累 而又找不到 出口的憤怒情緒 你將這些 幾千萬人的憤怒情緒 轉化為 特朗普自己的權力 捧了他上台做總統 但是他在擔任總統的四年裏 使得很多美國的選民 對兩黨 本來就是 民主黨 連共和黨 都厭倦了 特朗普上台之後 開始對政治感到厭倦了 兩黨都覺得不行 而其他的世界國家 也對美國是感到厭倦的 換兩黨都是這樣 搞得很不滿 大家都很不滿意 美國的兩黨制 這個制度是繼續退化 黨制 黨和黨之間 那個互動 變得越來越困難 而且 惡意 看到 共和黨和民主黨 一個鬥爭 出口 一點都不斯文 惡意敵意很大 兩黨之間 互動越來越困難 在2020年的大選 被拜登進入了白宮 20年 雖然 拜登經驗豐富 不用說了 老政客 但是到他這次參加選舉的時候 他已經在政治上 可以說是疲態不老 而他本身的身體 也不算好 美國這場政治的雜傻 這什麼作者用雜傻 就是玩雜技 主要的受害者是誰呢 美國的選民 美國的制度越來越難以為是 這個受到 兩個重要的因素影響 第一 他認為美國第一個因素影響美國現在那麼差 第一個因素就是美國 在四個維度上的極化 兩極化 哪四個維度呢 就是黨派之間 第一 第二是黨派的內部 第三是社會的內部 他的意思是社會經濟種族之間 這個普通的社會的內部 而第四個維度就是普通公民 和精英之間是一個階級 普通人 和精英之間 那個對立 是四個維度 民主黨和共和黨 他覺得都是黨很散門的 兩黨的中心就是削弱了 其實 黨裏面的思想是很鬆懈 政治邊緣的勢力是激進化 兩極化 而當兩黨在意識形態層面 盡量拉開距離的時候 完全兩黨都是從負面的角度去看對手 都是看到對手很差 看到對手是敵人來的 兩黨之間 甚至看到對方是極之卑鄙的 你看他們說出來都可以 雙互之間是相當不友善的 政治進程變得遲頓 很片面 基本上沒有合作可言 搞到政府倒閉關門都不理 總之要黨爭 美國危機的這個表現就跟美國社會更加深層次的進程 亦都有關係 剛才說到第3第4個圍堵 包括所謂的文化戰爭 身份政治 社會和經濟利益分配 這就是普通人 和正英階層 的矛盾 社會經濟的分配問題 而作為美國 支柱的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 美國的中產階級在那裏衰落 貧窮化有關 再兩極化 以前美國有一個很大的主要的中產階級 支持了 美國的社會的中堅分子 在現在這個發展的社會情況之下 中產階級是衰落的 要麼你就沒有錢 要麼你就是精英 精英的數量極少 第二個主要的因素 令到美國搞到現在 畢竟認為在體制危機之中 是令人更加 擔憂的狀況 他指這是第二個因素 就是美國的公民 對一些美國關鍵政府的機構 信任程度跌得很低 現在所有重要的機制 都是遭遇 信任的危機 根據最新一項的民意調查發現 美國人對國會 的信任度 是多少 是8% 是8 不是80 美國人對媒體 對於電視新聞的信任度是14% 對於報紙的信任度是18% 他們很不信電視 只有14%是信任度 對總統的信任度是26% 最高法院的信任度是27% 根據和以往紀錄是一個嚴重的 缺乏信任 的情況 只有大約四分之一的公民是信任 美國最高的法院 這個體系受到侵蝕的一個特別很明顯的表現 本來法院應該是 他不是政客 也不需要拿選票 應該受到尊重度 信任度是最高的 但是只有四分之一的公民是信任 最高法院 至於拜登 2020年 當時他當選 他的使命和任務是甚麼呢 當時為何能夠當選拜登 2020年 因為實際上他的任務 就是要拯救美國 免於繼續給特朗普的連任 特朗普做成這樣 當然是找人出來救美國 誰 拜登 而拜登2020年 他的任務就是 踢特朗普下台 現在 特朗普 反過來就是要拯救美國 免於陷入拜登 再連任的危機 就是說現在 特朗普扮演甚麼角色呢 特朗普就反過來扮演拯救美國 就是要踢拜登下台 到了2028年 不正乎 新那個 誰出來選是誰不知道 但是新那個人選 他的任務是甚麼呢 就是要跟 要麼就踢拜登下台 要麼就踢特朗普下台 在這個踢他下台之中 希望能夠拯救美國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是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陸宇人金融Hi-T 財經節目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 看陸宇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